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节的气氛 首先呢我就会在墙上做一个巨大的圣诞树哦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外国的人有在家里做的 然后我觉得很漂亮 我也想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买那个大的圣诞树会太贵 而且圣诞节过了过后又不知道要放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制作巨大圣诞树的材料有 首先呢我会把这个圣诞树的size两好先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三角形在这边 我会把我的这个挂钩粘上去 粘好这个挂钩之后呢 我就有准备这个铁丝 我就会勾上去 然后我也有钳纸 看会不会需要到 好啦所以我就把铁线固定在这边做一个三角形了 现在呢我就要把我的这个圣诞夜上海毛茸茸放上去哦 所以呢现在我会把这个毛茸茸的这个树挂在我的这边上面 然后我会用这个铁线架着它 要稳了过后呢我又会再绕去后面 小天啊 对 兄姊姨 请去 我们锁了 我们很清净 我们很害怕 以后呢我们不能看到新闻 我们又百 wet 你们这样说재身 mission 我和这儿合的右脑 呢 我们更喜欢 咨ue 那儿是什么 belangrijk 那么 Fabian 。 啊 啊 啊 好啦 所以经过昨天的一番战争 我们的圣诞树组于做好了 原来这个圣诞树是那么难做的 所以昨天遇到的一些状况 就是我们装到一般的时候 整颗圣诞树掉下来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原来用普通的挂钩 是不可以支撑 这整个圣诞树的重量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买一个比较确的 叫做3M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款 这两款呢就可以帮我很好地这样子稳着 所以它就没有掉下来咯 然后中间呢我会建议你们用更多的 帖子绑在中间 就不只是一个三角形 中间也需要一些这样子会比较稳固 这个呢我大概用了4条毛毛的 这个圣诞树 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换要什么颜色啊 什么尺寸都可以 其实那个它的尺寸啊长度那些 你们都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家里调整的咯 所以现在来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就是 挂掉 所以呢现场我就准备了很多吊饰在这边 那这些吊饰呢80%都是手工制造的 然后有一些是买的 因为有一些比较难做 那比较特别的呢就是这些 用那个pipe cleaner做的 有这个圣诞树 然后有这个米露的造型 糖果 还有这个lolipop等等的 其他的呢就是用Feld做的 比如这个手套 这个可爱的圣诞老人 可爱的圣诞树等等 然后这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不会仔细的教你们 不过这些都蛮容易做的 就是这个你只要用那个pipe cleaner 拗来拗去就可以了 拗成你要的任何形状 然后这个呢就是用Feld做成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上网找你喜欢的图案 比如我会上网找SantaFeld的那个template 然后我就跟着剪出来做出来这样子的东西哦 超可爱的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掉啦 我会先掉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呢是我在Mr.DIY买的 那么因为这个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圣诞树 它是这样子擦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掉上去 它这个毛很软 所以我会用铁线就是勾着这个线 然后再挂上去 好啦 吃一圣诞树布置完毕了 是不是很漂亮 现在只插上面的这个星星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这个星星呢 我们没有出去外面买这个是之前剩下的星星 然后我就拿这个保力笼把它黏起来 让它吐出来比较有力气看样子 现在我就要把它黏上去啦 超级漂亮的 终于大功告成了 经历了一番波折 是不是很美呢 已经可以开始唱圣诞歌的感觉了 所以现在呢 我要继续教你们做别的圣诞小手工哦 好啦 那我们下一个手工就是这个圣诞泵泵波 是不是超可爱的呢 那这个大人材质都可以做哦 非常的简单 现在我就要示范给你们看 首先呢 我的材料有 泵泵波 浆糊 pipe cleaner 剪刀 颜色纸 腰带 这里呢 就有大支的跟小支的 如果你要做小支的话呢 你就用半张A4纸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大支的话呢 你就用一张A4纸 所以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做小支的给你们看 首先呢 我们先拿出一张纸 那这半张A4纸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卷起来 卷到它像一个 Ace Cream Corn样子 然后它头这里是尖尖哦 OK 所以我们就 黏起来它的这边 用胶带黏好之后呢 它这边就会有一点点插出来 我就把这边又点干净 接下来呢 我就会拿出我的 泵泵波 然后拿出我的链 从上面开始一颗一颗粘下去 这个呢 我就打算做颜色的 如果你们跟小朋友做的话呢 就用这种乌乌链 如果你是大人一个人做的话呢 你也可以选择用链干 会比较快哦 所以我的泵泵三大树终于做好了 是不是超可爱的 那这个呢 我就会做一个超级颜色的 现在呢 我就要做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啊 所以呢 我就会做一个 Diamond的尺寸放在它上面 然后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哦 这个Pipe Cleaner是很好用的 你可以用来做任何的形状 然后再把它塞进中间的洞里面 它的上面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超容易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做它下面的这个树枝 接下来呢 我就会拿剩下的另外一半的纸 然后把它卷起来 这个要什么长度都可以的 就是根据你们的那个圣诞树的那个高度来做 把它粘起来之后呢 我就会在它的上面这里涂满浆糊 然后直接塞进去 我的蓬蓬圣诞树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大中小的蓬蓬圣诞树就这样做好了 那这个圣诞树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哦 就是它可以放耳环 哇 真的可以放耶 你们看 它不只可以拿来做一个摆设品 而且它还有功能的哦 它应该要叫做蓬蓬耳环架 我把一些耳环放在上面了 是真的可以放的哦 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家长 你都可以在家里跟你的小朋友 一起做这个蓬蓬圣诞树哦 那其他年轻人呢 你们要做一个自己的耳环架也可以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个手工 接下来这个手工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就是这个 这个小小的圣诞树 非常适合小朋友做哦 那我之前做的这个圣诞树呢 就是青色主题黄色的猩猩 今天我就要做一个紫色的主题 那么我们的材料就有这个 ice cream stick pipe cleaner 还有猩猩 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始啦 首先呢我会把这个ice cream stick 拼成三角形 然后再用glue粘上去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就出来了 因为我用乌乌glue的关系 所以它会比较慢干 它会有点松 但是如果是大人而已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用hot glue gun哦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 你们就用这样子的乌乌glue 就不会烫伤 好了 那我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直接用这个pipe cleaner 开始绕在它的心上就可以了 好啦我这样子就用pipe cleaner绕好了 你们要怎样绕都可以哦 看你自己喜欢 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这个猩猩黏上去 就大功告成啦 这个漂亮的小手工就这样子做好了 然后你们可以在上面加多一个挂绳 挂起来就会很漂亮哦 可以挂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好啦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种圣诞树装饰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做那么大的圣诞树 或者那么夸张的 你就可以试试看做这个哦 这个可以到处掉的 那这个呢 中间我是用我的之前玫瑰花的那个枝做的 那如果你们要做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去剪一些比较粗的那些枝来做咯 就会比较漂亮 那现在呢 我的这个就是根据它的大小这样子绑了起来 用这个不同的绳子 因为这个绑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就没有拆下来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会把我之前准备的这些挂式 全部挂上去啦 耶 又可以挂吊饰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就布置好了 已经挂好这些吊饰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为了让它更美呢 我也会在它的树枝那里绕一些pipe cleaner 所以pipe cleaner的这几简直是万能的 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我会用这些青色黄色的来绕它 哇做完手工过后 整个圣诞器分得出来了 可是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礼物 哇全部东西已经变出来了 好美哦 好啦在我身后的这些呢 都是在我自己做的手工哦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而且可以让整个家有圣诞气氛哦 提早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今天做的 圣诞小手工的话呢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HOO HOO HOO